台北日新一區夜店 有一名乃客人喝酒喝到凌晨 原本很守規矩的 坐計程車回中和 但是到家之後呢 是發現手機不見了 還有消息是有人撿到 壞消息就是 他因為不想再花錢來搭計程車 騎機車回夜店 是救駕被抓 0.66 那個我跟你講 0.66超過0.25 是公共危險的現行犯 酒測指0.66 後悔也來不及 這名機車騎士本來很乖的 10月13號凌晨 他在新一區這家 主打嘻哈音樂的夜店 跟朋友喝調酒 四點散場後 其實已經搭計程車回到家了 簡訊男子住在中和的 環球購物中心這一帶 他到家之後找不到手機 發現掉在夜店附近 被人家撿到 但他為了趕過去 騎車上路 如果從中和中山路三段 搭計程車回新一區夜店 走市區道路距離15公里 來回車資至少破600 14 15公里的話 可能不想多搭兩趟計程車 以為清晨五六點酒駕 可以僥幸還是被抓 只差五分鐘就起回夜店 檢新男子遭公共危險罪判刑 兩個月一顆罰金六萬 因小失大還多了前科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台報道 對黃旻大館 對黃族非常感謝 下一代